大家好,我是郭爱秀三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讲一下超股与哲学 深处坏灭,如何交易更安全 如何更有利于获利 以及呢,如何思考,更接近成功之道 这是一节思想课 也是一节哲学与超股的结合 当然了,更多的话呢 还是把自己的理解和一些理念 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那么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积极的留言点赞 没有关注的呢,即是关注 好,如果说呢,深有启发 那么呢,可以积极的赞赏 那么咱们先看 首先呢,如何思考 更有利于交易的成功 或者是投资的成功 那么从哲学层面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个哲学主要是用 唯物辩证的一个视角 例如说呢,咱们在以往的视频当中 经常会提到一些关键词 例如说一分为二 就说呢,就要考虑好的一面 也要考虑呢,坏的一面 用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来去看 这个所谓发展的话呢 它涉及到就是对于小级别 能不能引发大级别的变化 小级别的调整 能不能引发更高级别的调整 而且呢,所谓变化的市场是无偿的 要承认这一点 临时的利空 临时的利好 临时的政治的变动 包括呢,一些突发事件等等 它都可能会对于股价,对于短时间的走势呢,造成影响 我们要立足于当下不断的去交证 那么走出线性思维,就属于呢 所谓线性思维,通常也称之为一根筋 很多股有呢,还会停留在这样的线性思维里面 例如说满足某一个条件 立马就会想到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 其实没有那么多一定的 好,形成辨证的一个思维 不做情绪的奴隶 不做市场的奴隶 好,那么咱们结合一些个物案例 包括结合一些分类 给它作为更加系统的一个讲解 好,列出呢 所谓生住坏面 生住坏面呢,其实在 什么去理解呢 生可以把它理解为新生 住的话呢,可以维持发展 和维持 就是它的一个维持和发展的状态 坏的话呢 是发展的过程当中 呈现了一种衰竭和被破坏的一种势头 那么灭的话呢 就属于被废弃 或者说是已经是消亡 那么其实这里面呢 有一个技巧 列出呢 修三把所有的走势 所有的技术结构的视角呢 可以把股票呢分为四类 第一类的话呢 是属于下低结构当中的 有心低五心高低低不休 这种的话呢 可以把它用什么维度来去看呢 这就是灭 灭的阶段 那么灭的阶段呢 是尽可能要远离的 不要参与 不要死扛 不要去读 这就属于单面下低结构当中的个人 不要去轻易的去抄底 不要轻易的去死扛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是指滴三位气温 指滴三位气温呢 是可以把它理解为生 这个生的话呢 是指酝酿新生 但是呢 生之后呢 它还需要有个发展 例如呢 没有破新低 但是呢 也没有不断的给出新高 盘中摩底的 例如呢 像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灭 这个位置呢 它就属于一个 生 那么生的话呢 其实属于指滴 位气温 属于盘整也好 摩底也好 之下呢 个股的话是值得跟踪的 但是呢 并不一定值得你立马去交易 因为呢 摩底是一个过程 好 那么第三类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住的阶段 住的阶段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发展阶段 这个发展呢 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的话呢 是属于还涨 一类是加速 那么有些个股之所以 最终走牛 它的一个必经过程呢 例如说还涨 在分析当中加速 加速过程呢 甚至还会有再次加速 这些呢 都属于住的阶段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 从分类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 怎么样才能够最大提高 自己交易的成功率 更多的话呢 就说是第一 灭的阶段 远离 第二 升的阶段呢 多跟踪 你可以不参与的多跟踪 只有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抓住它的临界点 第三一点的话呢 多参与 多积极的参与 发现 住的阶段的股票 就是属于发展 或者还涨 或者是 到 由 由止跌气吻 到什么 到还涨通道 从还涨通道呢 到这样的一个加速 找到了临界点 那么大家 如果说呢 足够细心的话呢 会发现咱们前面 多次看好 或者是多次进行点评的购物 它的特征 要么是属于 哎 由住到 就是由升到住的 这样的一个临界点 或者这样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呢 对应了 是一个小突破 或者是一个还涨等等 要么是属于 再二次突破 二次突破呢 就是还涨 可能从还涨到加速的 这样的一个切记 好 那么在 这是一个吗 这是灭 这是升 这是柱 还有一个是坏 坏什么呢 它生 它发生在 上涨的末端 就是呢 已经呈现多方力量 衰竭 出现坐顶的一个初步迹象 那么和结合咱们前面讲到过的 像陶顶三五曲 像玉井开线呀 包括呢 顶背离 包括呢 像下方冲发松动等等 这些呢 都是防范的 好 那么坏的阶段呢 就属于 也可以称之为 鱼尾的阶段 那么鱼尾阶段 不参与就可以了 或者说呢 谨慎 更加谨慎 那么只有 把这形成一种模式 形成一种模型 形成一种 长时间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你在这个阶段里面 只要减少亏损 在那个 多方不断力度衰竭 坏的阶段里面 不断的去干嘛呢 规避亏损 规避风险 那么想要把握这样的机会点 那么在深的阶段里面 就要多去跟踪 多去备选 好 这就是一个 从分类的角度来看 那么 咱们再结合呢 刚才讲的 一些 用一些个物案例 作为举例 那么对于很多固有来讲 可能没有这么一个系统的 一个思考 也没有这样一个思想 很多时候呢 感觉 能涨就买了 然后呢 一恐慌 就卖了 为什么说 要不做奴随的情绪 不做情绪的奴隶 不做市场的奴隶呢 很多时候 百分之 因为对于绝大部分 股民来讲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交易呢 是情绪化产生的 就是买和卖 那么呢 而且呢 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思想 优势呢 百分之八十以上呢 是市场左右的 市场涨跌 涨的时候呢 你会急进疯狂 跌的时候呢 你会急进悲观 但是呢 涨的时候该做什么 跌的时候又该做什么 自己没有更深层次的 或者理解 或者思考 好 那么咱们结合个股 去看 列书呢 咱们举一些 大家常见的 或者是非常熟悉的 列书呢 像宁波运升 像这样的个股 我们来去看 对应的 那么在这样的阶段 从四块八毛六以来 这个位置 其实呢 对应了他的 他就可以把他 把这样的节点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模底的 一个角度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环掌的一个通道 但是这个环掌的通道的话呢 他只要没有加速之前 实际上 他是没有始终 没有祖生的 没有祖生的话呢 对应的 在这个节点呢 波动如小 没有必要参与 但是值得跟踪 一旦现在突破的几点 那么咱们前面 也是在他突破的时间 处理进行 点评和跟踪 其实呢 在他没有突破之间 在这个区间里面 也进行分析过 只不过呢 从区间的角度来讲 好 列书呢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好 列书的话呢 对应的 像7月11号的时候 当时呢 金利泳池呀 包括年工运生 中科上环 盛兴理能等等 郑海制裁 其实呢 当时进行点评的时候 我们来看他对应的 从7月份的时间节点 你当时可能不理解 但是现在再回头去看的话呢 7月份 他对应的一个节点的话 正好是属于吗 拐点处 或者是属于由 升到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或者是由还涨到可能加速的 这样的一个临界点 好 包括呢 像圣兴理能 圣兴理能的话呢 那么在当时这样的一个节点的话 他也是一个再一次的由平台突破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了更多的给我列出像多福多 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那么咱们从深入坏面的一个视角来去看 包括呢 从一些传达一些哲学的一些思想来进行分析 好 那么所谓的 列 列他指的什么在股市当中在走势当中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样的单边下低结构 他只要说 处于这样的还处于这单边下低结构当中 这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列出那反弹反弹 只不过呢在这个大的环境就属于相信趋势的力量或者是尊重趋势的力量 大的方向呢还属于超低反弹或属于这样的一个呃滴滴不休的阶段当中谨慎 参与那么从八块五毛五以来我们来看八块五毛五以来这个位置呢止跌止跌过程呢他是不是有一个漫长的升的过程这个呢只属于一止跌二三位七万三在这个过程当中筹码不断的交换如果说呢把筹码打开在这个区间里面他必然形成的是筹码不断的集中上方的筹码呢不断的减少那么说明筹码在进行交换资金在进行吸收和洗盘这也是属于深的阶段那么像这样的个股你只有说有跟中的一个 视角那么当他出现零气点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那么当他进入这样的一个突破的节点它是一个呃游升刀柱那么柱的话呢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么用咱们前面讲的一些方法的一个视角就是几类观察点第一类的话呢对应的哎五十三上传一百四四量能突破msd公认这是一个观察第一点这是咱们前面讲到的一个呃 拐点处用三线测盘的视角第二的话呢哎出现平台的突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这个平台的突破的话呢对应的这是一个突破的接点也说这是一个突破的接点这又是一个小的突破的接点那么在这的话呢从局限的视角来讲他回到一百十年军演不破五十三再度形成金叉那么他又是新的观察点其实咱们每一次呢只是在重要的观察点处呢去观察他只有说他能不能做好并不是说满足这个条件未来就一定的涨度高而说呢 用生住坏灭的一个角度来讲他处在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去跟跟的过程当中他是属是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过程是不是属于哎不断的 例如说呢这是一轮上涨上涨的内部的话呢他有结构的然在这个角度差距当中出现一些呃顶背离或出现一些坏的一些呃特征和状态防范 那么再一次出现向上的一个动作那么再去跟踪这就是交易的一个核心 最起码就是呢应对和发现就是呢我们用生住坏灭那么当他 在网上哎突然顶背离了或者是下方的冲马不断的松动了然后的话呢预警开线顶背离冲马松动或者呢再破位那么就属于坏一旦坏一旦形成就得真正一旦见顶就是很多时候呢 阶段性的高低点和见顶见底这是两回事儿坚挺的话呢真正真的一旦见顶他可能会慢慢伴随 就是至少呃 激进腰斩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幅度那么只是阶段性的高低点的话呢他是呃 不断的去应对的或者是资金不断的去换手 好这是多幅多那么回想一下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说呢咱们首先呃 用什么样的思想因为很多时候呢素的层面呃知识的层面很容易去接触也很容易去理解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呃更加客观的更加呃 嗯有利于实践有利于有利于操作更加成功的一些思想一些行思维习惯的话呢很多的方法你是用不了的就是你当时只是知道但是你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模式并没有完全认同并没有完全认可那么你不可能用的好 所以说呢其实呃有有余话叫做依法成万法阶层 那么呢你行所谓形成一些方法论其实也无形当中也是在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 好这是呃多幅多那么咱们再多举一些 案例好 那么列说呢对应的像咱们呃近期或者前面呃 经常讲到的像 方大摊数 那么像方大摊数对应的话呢那么他前面从五块二毛三以来对应呢 他是一个把它作为日线平台的中枢延伸延伸延伸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再往上那么就是一个伸 到柱的一个阶段吗 后面只是跟踪这个柱的阶段里面他的用发展的眼光编画的眼光和联系的眼光去看他是不是 一直 向好或者是是不是趋势延续 若什么时候出现坏的就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阶段性的风险点那么该防之防 那么他只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结构不断持续往上那么该跟着跟 好 这是7月8号以来到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 呃近30个点的这样的一个上场我证明的上场还没有结束 好那么像努力股份呢是咱们在昨天的时间 呃只是复盘的时候但是呢大家会发现他是不是首先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几跌了 那么在几跌之前呢所有的转折他都不是突然的他是有一个过程的都是由一点一滴演化出来的 列出给他这样的一个几跌之前那么回过图来去看 他是不是也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顶背离 顶背离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节点当中列说好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平台的破位 小平台破位过程呢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颈线位的破位 只不过呢 这是一个分钟级别的破位 咱们经常讲到的所谓五分钟的三脉或者是一分钟三的脉点就是分钟级别的破位要小心防范 但是呢再往下的话就是大级别来讲 大级别的角度来讲这个位置 他就属于典型的 颈线位的破位 那么一旦破位过周呢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是最高的一种视角 那么他可能会面临20%以上的 浮亏 20%18%15%这样的浮亏过周呢散户就会变得极其被动 不愿意就那没有 没有止损的习惯没有这样的一个 舍不得割肉 那么如果说一旦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做法从20干到10块钱的11块钱的位置腰斩 从24到11是腰斩吗 腰斩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思想里面可能还停留在我要不要补偿 动一下我要不要补偿动一下我要不要补偿动一下要不要补偿 补偿最后把自己的 变成了重场 套牢满场套牢甚至 以至于呢最终早一天晚一天还是要割 只不呢当你 就是自动一次两次就是吗 在股市当中一定要 呃就是呢要对于要有个正确的盈亏观 更追求 长期稳定的盈利 而短期的小盈小亏 要堪淡一些 他就像家常变范一样没有 太值得 不需要呢看的太重 你看的越重你越做不好 好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我们再来看 好那么呢 如果说用咱们前面讲的一些方法的一个视角来讲 例如说出现这样的预警开线或出现这样的顶背离的时候 你即便你还看好他你能不能降低下仓位呢 如果说出现小级别的破位那么我 继续降低部分仓位 大级别的破位的话呢我再 再离场再逃命 因为这个节点的话对应了再细看到他这个位置 出码一下方的出码一定是明显在松动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下方的出码是明显在进行减少吗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下跌下跌到之后呢 从11块 3毛8 好形成一个小的平台 小的平台呢又成了一个大的平台 当前呢他属于这样的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是不是就代表说他未来又一定能这样上涨了呢 不知道而且呢 不一定 更多的是什么呢 只是说 他的一个灭 进入到升 升进入到柱 这个柱他是需要不断发展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还回事不破这个平台 他真的他可能还会往上 他那往上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 都方力量衰竭啊 会不会出现顶背离啊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出现这样的一个顶背离之后出现分钟级别不断的站的一个破位啊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上涨结构的破坏啊 不同的接点不能去观察 就说呢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就属于一分为二的去看 然后呢用发展的眼光 变化的眼光去看 而不是一根筋 而不是说哎满留什么条件了 你感觉你只是把一种可能性内心呢 把他这种可能性无限的方大 把他代替了现实 一旦呢 不是这样的你肯定会面临 虚亏 一次一次又一次都这样的 好 在比如说的话呢 对应的像 增压科技增压科技的也是咱们前面 点评点评的其实从37块9毛8的位置一度单边下跌跌到什么呢 5块 零五的位置 其实在5块零五之前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节点的作为一个模底的平台吗 是可以把这个节点作为模底的平台 因为当前是突破的做法 突破之后的话呢 那么突破了 那么他后面做法呢 你可以顺势往上 可以吧 同时的话呢 他也可以干嘛呢 他也可以在这位的增浪 构筑第2个平台 然后再往上 你不能把一种可能性当成百分百的全部 如果不是这样走的话呢 你会 就能希望很多时候在股市当中 单比交易来讲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就是你因为他能看得中了 一旦赌的话呢 那更是如此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他真的给你这样的回落的话呢 只要不破下方这样的大的平台 不破这样的小的平台 那么回落之后大概的还会有机会点 就是呢 他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节奏点 给出什么样的一个机会点去把握就可以 如果说 也不要去勉强嘛 那么我们用个小级别来就看 从5块零五的位置 那么从小周期来讲 他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的 平台的一个突破 起现的平台突破 他是有可能加速的 但是呢 再往上防满偏离五军 而且是三开头的 那么一个 或者涨停或者一个冲高 他就可能会偏离五军 这不是联败的方式 但是如果回落下来 回落下来 不破什么的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或者不破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中枢 那么对应的 回落下来的话呢 他对应的就是一个机会点 这就是节奏 所以说呢 咱们讲的话呢 其实不管是方法 还是今天呢 更多的是用于思想的一个视角 就是首先 生柱坏灭 咱们分为这几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 如果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个股 去到了上沿的位置去追吧 是不是 但是对于有些 有些 股友来讲 或者有些 对修缮还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呢 有的说 没有自己 择实的 没有择实的一个概念 没有节奏的概念 那么的自己心里面 一心动 一冲动 即便未来向好了 你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去干嘛呢 去一次又一次的 都买在阶段性的高点 买在风险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后面真的调下来的时候 有的调下来之后呢 就涨上去了 有的调下来之后 可能就是 趋势转变了 这个时候呢 你说痛苦的是自己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的 影响你的心情 也影响你的 心态 那么举一个 简单的一个例子 紫光股份 紫光股份的角度来讲 咱们从他 这个位置呢 突突破回踩 回踩140年 剧烟不破 再往上 有个朋友呢 在这个节点是可以 是完全可以 获得30%的呀 但是呢 当他在30元的上方 30元 30元上方 他是有个明显的压力吗 这个压力的话呢 咱们讲的 对应了 在这个节点就早卖一点了 这个位置 震荡呢 震荡的话呢 对应的 他调整的比较浅 认为呢 不是好的机会点 即便涨停 也是早卖一点的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 追得进去 后面呢 低下来是一个低听板 几天的时间 百分之几的一个亏损 这个谁能帮到你呢 就是你学一个方法 你最好呢 就用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学了也不用 而是还要按照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 自己的节奏 或者或者说没有节奏 就是自己的这种情绪死亡 那么最终 市场是无偿的 市场怎么是 市场所谓无偿 就是市场怎么走都对的 如果说呢 你一次一次又一次 经历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些 情绪 那么呢 就会人就变得更加极端 更加 更加什么 更加焦躁 更加没有章法 越没有章法 越容易亏损 亏损就会越加扩大 而且呢 这是一种 思维方式和心理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 其实也是 最起码的像 比如像紫光股份 这样的个股 前面 观察点 它确实是观察点 而且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讲到 到一定的风险点 或者是以防风险为主的时候 它是非常及时的 好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总结 所以呢 从分类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第一 那么单面下跌的个股 不去参与 不去死扛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呢 但凡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 但凡自己有过 重仓 一股 而且亏损超过 30% 甚至50%的经历的 你可以想一想 那么这个亏损是什么产生的呢 它也是从几个的吗 可能一开始的仓位比较轻 只有一层仓 然后呢 浮亏了三个点 五个点 或者八个点 或者十个点之后呢 没有任何止损的一个取出 反而不但 不但没有降低仓位 反而增加仓位了 又跌又急增加仓位 甚至说呢 从小亏一直到大亏 其实呢 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应对的一个节点 其实这个 这个错失在当下来讲的话 可能自己停留在一种执念上 但是回过头来再去 想很多简单的方法 它不是没有用 它只是 你没有去使用它而已 例如说 预警开线怎么样 出现顶背 离除马松动怎么样 降低仓位 如果说破位了怎么办 都逃命 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方法 修山不敢说自己分享的一些方法 视角是最好的 或者是最怎么样的 但是呢 也是个人认为最实用的 大家只要说 真真真真掌握了 还是能够帮到自己的 好 那么呢 像咱们今天讲的 就是从分类的角度来讲 哎 猎的阶段 那么呢 要远离 生的阶段呢 观察 住的阶段呢 参与 而这住的阶段呢 并不代表说住的阶段 它都会 还长之后 就能够家属 家属之后再组组 而有的个股呢 可能还长之后 没有经历家属 又走坏了 走坏了什么呢 及时应对吗 有的个股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加速 但是加速的话呢 它有一个加速的节点 这个节点就属于 哎 还长或者是 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或者是二次突破 什么叫二次突破呢 给他举一个 再举一些例子 好 举些例子的话呢 对应了什么叫做 二次突破 或者是 或者说是二次 加速的一个节奏点 好 列说 向发达坎数 那么这一只个股呢 在什么节点呢 这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次出现拐点 这个拐点的话呢 MSD金叉上临组 然后呢 然后的话呢 均线50来140多的排列 这个拐点出现过程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还长的一个走法嘛 在这个还长走法 走法之后的话呢 这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的话 后面 它是有机会 改变它的一个运行节奏的 但是这是有机会 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去推演 它不是百分百一定会这样 看它怎么去走 怎么去跟 好 列说呢 再给它举一个 例子像增压科技 增压科技的话呢 实际上它的节奏 也无限当中才发生变化 什么变化呢 从五块零五 以来 对应的 这个节奏 它就属于一个还长吗 在一个还长的一个节奏当中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少出现掌听板 那么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加速了 加速如果后面回撤一下 如果它的走法呢 则回撤不破 对应的就机会点 如果回撤下来 只会有一个平台 在网上 它完全有可能会20加速 就说呢 由还长到加速 有的各位会从 之所以走牛 由还长到加速 然后呢 再加速 好 但是加速过程 那么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洗盘的动作 洗盘的话呢 可能在产能当中 比较过度中枢 在传统世界的话 就是有一个相提 但是这相提的不能破 它就有区间的 如果一旦破了 那可能就是走坏了 它不是一个 洗盘的动作了 好 对应的 那么呢 再举个例子 像美景能源 美景能源的话呢 像前面从5块8毛5 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还长通道吗 或者是震荡上的一个通道 那么这个位置再度突破 再加上相应的时间节点 相应的消息急证 那么相比之前 这个位置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加速吗 所以说呢 在前面这个内部 如果说 所以还长通道内部 咱们讲的有耐心的用低吸高抛的一个视角 为什么呢 因为低点的太高 它属于这样的有业绩支撑 但是呢 如果它突破的节点呢 就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但是这个位置 如果说后面有一个一 这种个股呢 它的走出去 要么是持续往上冲高 冲高过中的回落下来 怎么上去怎么怎么下来 这是从单从概念的角度来讲 最终就是一笔一毛的 另外一种世界 它要走好干嘛呢 走好这个位置就不能 不能就是这种疯狂的上涨了 而是要勾住下一个平台 下个平台 它叫横得住 横得住的再往上 它才有机会呢 进一步往上 就好比什么呢 像刚才的方大摊数 一个道理啊 方大摊数这个位置 什么情况下 它呢才能够持续的走出空间呢 不是说一个记者这样上涨 涨得越快 涨得越急 它就很难持久 这是最好什么呢 最好冲高 冲高过之后干嘛 冲高过之后 出现短期的卖点 短期卖点过之后呢 再勾住一个更大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例如说出现一个 三十分钟的中枢 三十分钟枢 组建直之后呢 没有向下破位 而后再向上 再向上反正把它的空间 会进不打开 进不打开过之后的话呢 还深的说呢 来组建下一个 四线级别的中枢 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通级跃通方向的 然后再往上 它才能够走出 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趋势 好 这也属于用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无形当中 大家会发现的话呢 不管增压科技也好 所动发展也好 保泰龙还是美景能源 包括呢 像国 微合金 国微合金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像咱们前面 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住的阶段 然后呢 这是一个还长 好 还长的一个通道 还长通道再度突破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节点 它实际呢 就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节点 就是呢 它可能会加速 因为节奏发生变化了吗 那么咱们跟踪的是 要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去跟踪的 在这个位置呢 超低反弹 没有突破一百四十年军演的 只是做一个观察基点 那么当它突破一百四十年 军演沾完只要会才不破 都可以作为尝试性的基点 那么形成一个还长通道 或者平台再度加 再度突破的话呢 又是一个性的观察点 只不呢 在这个观察点的时候 很多股有会恐高 您的恐高呢 是因为停留在短时间来讲 可能涨了三天五天涨了 不是涨了不少了 但是呢 如果说 对应了 它只是观察点而已 它可能向上加速 也有可能震荡能有一个破的 破了就是立场 破了就是止水吗 这就属于不同的节点 其实大家会发现它 不管是上能定气 咱们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第一说呢 它的一个观察点来讲 这个位置是不是观察点呢 是的 它都属于乖点吗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平台的突破 然而从更高的一个角度来讲 它又是这样的一个 大平台突破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再回头再看 它就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吗 所以观察点就是尝试性的机会点 它能走的就是一个加速了 那么如果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观念 形成这样的一个思维体系的话呢 你还是会恐高 但是呢 真正真正真正真真正 恐高的或者是防范的 例如像上海 贝林这样的个股 有多少人 有多少散户在这个界点去追的呢 有这个 有多少人在这个位置 调两天了 就觉得可以低 低息可以去抄底了 我真的是 有的时候呢 思想上面 就没有一个思想的一个思维的体系来讲 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两天调了 你要不 你要不看他最近一个月 最近 最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翻了多少倍了 好 那么这是一个后面又破位 破位过之后的话呢 他不管第一天 第二天 他趋势改变了 趋势改变的话呢 就不要出去抄底嘛 好 那么前面的话呢 对应的 例如说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它是一个升的阶段 因为止跌 但是没有气温 这个位置呢 就这个观察点 观察点过之后呢 再突破 这个位置又是现在观察点 只不过 在这样的观察点的同时 那么呢 有的个股呢 可能冲播一波 又过去新的一个正大平台 又往上又突破 又是观察点 突破点 有的时候呢 继续往上走 觉得呢 跌破跌破 跌破即时的 该支持你自己的 该立场立场吗 只是不同的观察点而已 好 那么咱们再稍稍总结 所谓 直学的话呢 其实 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视频内容 大家 喜不喜欢 或者是有没有个深层次的体会 如果有的话呢 可以积极的 回复 或者是 积极的大伤肯定 那么呢 鼓励 那么为什么这样 因为对于 哲学相关的 修传轻易的是 不想用这样的一个 因为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呢 修传的道行商前 轻易的话呢 也不 只是把自己的理解 穿插一些实战 经验 给大家进行交流 这样的话呢 只要说略有启发 就是极好的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 见解 有不同的 视角 那么都没关系 就是呢 只要说略有启发 即可 好 那么呢 从思想上面来去思考 什么呢 思维 一分为二 联系的 发展的 变化的 而不是一层不变的 然而用辩证的一个视角去看 其实呢 任何视角 任何的一个观点 任何的一个 都是一个参考 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思考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然而分类的话呢 这一点其实也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自己的模式 没有自己的风格的话呢 那么听了这一堂课之后 你要记住以后 这一点灭的阶段 不要参与 坏的阶段 什么坏的阶段呢 他已经在鱼头了 已经在出现顶背里了 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注顶了等等 就是高速不是寒了 不参与 不 有些钱不赚也罢 重点指导什么呢 把自己的注意力找什么 找这样的一个观察点是指跌位置文 那么呢 真正真正常识次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环掌通道的 环掌通道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以DC的视角 一个是环掌通道 用咱们 均衍的角度来讲 就是属于先找拐点 后找买点 一个道理 然而是想要找到什么 做到一些对应的一些 节奏的变化 就是环掌到加速 他可能会有个二次突破 二次突破的话呢 就说平台再度突破 再度突破又是新的观察点 只不过呢 你要任何一个观察点 都是需要做好风控的 只要只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重点呢 就是在住的阶段去折腾 你的胜率会更高 他的容错率也会高一些 那么互利的本 本身呢 就比其他的一些环节 就是风险要小一些 安全系统要高一些 但是要做好风控 好 这是从分类的一个视角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如果说呢 对你有收获 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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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